我以為要辭職, 大小姐不是這個意思 剛才兒子是我的兒子, 不是你的兒子 她和政泰是同月同日出生的 趙希樂自小就對演藝工作充滿興趣 讀書時已經整天玩舞台劇 還得到不錯的成績 2007年Candace英國返港 參選香港小姐成功入行 轉眼間, 今年已經出道十四年 想起這段演藝之路 Candace也覺得百般滋味在心頭 趙希樂是一個很正年、開心、 百艷和貪玩的人 我對趙希樂的印象 應該要說回幾年前 我和她在其術學校相遇時 她為了拍騎馬戲分 特地上課學騎馬 她真的很專業, 明明有替身 也要親身上陣 而且她應該挺大膽 因為要控制馬, 少點吃 不吃都不可以 Kandace, 我知道你讀書時 你是讀法律和商業 那時候你是一心想著 讀完畢業後要做這一項 還是怎樣 其實是考核 純粹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 還有想做甚麼 就選擇了這一科 讀完之後, 發覺出來做一下 舒奇功在社會上嘗試一下 了解一下 我覺得我讀完出來 其實知識是增加了 但你說是否真的想做這件事呢 真的沒有 你覺得自己喜歡演戲 關不關媽媽的事呢 因為媽媽以前也是阿姐 我真的覺得不關事 不關事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唱歌 但我沒見過她去演戲 而我其實是唱歌加演戲 我自己喜歡這兩樣東西 所以我不覺得是媽媽的影響 所以你讀完之後就回到香港 你就是用參加香港小姐的途徑 去選擇入行 是 我是14號, 趙家迪 Candace, 24歲 致願成為成功表演藝術家 好, 中心讀好了, 千萬不要捉上去 我看我的媽媽 我很開心可以認識到她們 再一次 你很想說… 怎樣?家迪, 入了五強了 Candace入行前都經過多番掙扎 最後她還是不管家人的反對 任性地選擇走演藝這條路 雖然Candace的媽媽, 梁小玲 昔日也是圈中人 但並不代表她一定支持Candace入行 其實當初入行 有沒有問過媽媽的意見 沒有, 你真的不敢問我吧 當然不敢, 很害怕 我家人很嚴重 所以其實我已經很頑皮 不去做一樣她們想做的事 其實已經是很頑皮 她們不會說怎樣特別支持你 我懷疑是因為其實她也知道 這一行不是所有東西在你自己掌握之內 是 做一個很被動的演員 她們會覺得做了幾年 不如轉行吧 對… 打算做到何時 我便說 可以了, 正在想著了… 前幾年你熬得很辛苦時 又不能跟家人聊天 她們的心情是怎樣 我聽到很不開心 因為那時候工作不是很多 但那些可能是給自己的壓力 好像工作不夠 對 或者比其他同學走得比較慢 我明白的 因為自己的中文不好 所以學習每件事都沒有她們那麼快 別人可能你一說她就明白 我首先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在說甚麼 因為我不明白你的中文是甚麼 所以我可能要重複時間去明白 我記得最緊張是金枝玉頁耳 我是做一個妃子 對白很… 很深… 中文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完全不知道 現在你的中文程度是… 拿到劇本上手 看得懂的, 多成 我覺得有… 50% 放手 我是變性人 我很悶, 我很煩, 我想玩 玩… 我給你 你別妨礙我和Nesco 她很喜歡我 近年也有一個稱號給你 叫做… 魚勇 魚勇顛破 還有幾年你才開始接 有這些重氣氛的角色給你做 我想真是… 八卦神探那一套是重氣氛的 開始了 對 第一次知道自己這麼重氣 還要是這麼有發揮 你要演一個這麼瘋瘋癲癲的一個人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壓力還是興奮 很興奮 真的很興奮 我做了研究 看了很多劇集 組織了 拿了這麼多不同的人 的經歷 那我就儘量放在戲劇方面 去嘗試演繹出來 到演繹的時候 你覺得難度大不大? 大呀 你又不知道效果會是怎樣 是 你就只能做 就不要想太多了 是啊 那很好 我兩個對手很疼我 有什麼地方 她覺得可以再推一點 可以再給多點力 他們會幫我 你覺得有沒有哪一幕 自己的狀態已經哭 完全是進去那個很瘋癲的時刻 我記得最後那場戲 我和詩節拿著一支槍 兩個搶槍 大家不知道 那支槍是射到他還是射到我 而我們兩個 大家都好像兩個 同一時中槍而躺下 那一刻 在剪機看 playback 兩個我和詩節都在哭 原來當你進入了一個狀態 是可以去到不停 不停地再哭 之後我們再看到你 一些很突出的角色 就是在這個實習天使 是 當時我也不太敢接觸一下 蔣 唯一到我看到最後 其中一段戲的對白 我就自己加了一點氣 是 我就說 原來這一場戲 我就捉到蔣 這個女生這麼喜歡蔣老師 其實她應該第一件事 是要表達一件事 是她佔有她的 她如何佔有她 不如她疼愛她 跟導演談完之後 導演說 好,你自己跟蔣老師說 什麼? 噢… 不好意思,蔣老師 我看完劇本 我覺得這裡我想疼你一口 但蔣老師呆了看著我 花廟到心裡 糟了 是否不行 喜歡呢 她說 噢 好 這樣就答錯了 對 你喜歡我的 你喜歡我才叫我哄Hailey 讓她接受我而已 對 對 出來了 那個效果也很多 對 我也很開心 大家這麼接受 而最重要是蔣老師 肯相信我配合這件事 我也很感謝蔣老師 所以現在每次看到蔣老師 都有一種… 很… 很感謝她 對 可能真的演這類型的角色 你真的做到那件事 所以我們之後看到的河蟹 這個就更加… 可以用陰森恐怖來形容 小豆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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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豆豉… 小豆豉 小豆豉 Kandice堅持追夢 走自己想走的路 憑著努力 演技終於得到觀眾認同 亦為自己爭一口氣 憑著金蕭大廈拿了一個獎項頒 這個會否是你自己 一直是夢寐以求希望得到的東西 還是從來沒想過 很開心 好像我做了一件事 終於大家都喜歡 當時你在台上拿了 最感動是首先由你好姐妹頒這個獎 對 會去宣佈 最隔禮配角 我心目中最可愛的小喜樂 金蕭大俠 真是很感謝… 我的家人 他們很… 有一部分的家人很支持我 很感謝有他們 另外… 爸爸媽媽, 我終於可以跟你說 你… 你不用失望了 我其實真的可以當一個演員 媽媽和爸爸知道你獲獎後 有沒有說過什麼公學的話 好, 很好 我爸爸說了一句 只有這麼多 很快就已經說 那你不是也是主角隔壁那個嗎 啊 對 就是我都… 打擊很大 媽媽呢 媽媽就沒甚麼 媽媽都說 很好 都是開心的 對 媽媽就沒那麼堅強 爸爸是很堅強的 還有我記得你有說過 有一部分你家人都很支持你 對 就是我妹妹 還有我表姐 我姨媽也是 她們… 她們很甜蜜 她們很支持 我最想跟家人說就是… 你多等一會兒 你多等一會兒就可以了 說到近年的作品 Candace也有不錯的發揮 天命的武林高手 十八年後的終極告白 女強人一角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毛之尾 亦非常入屋 而近期在今宵大廈二 四爺一角 亦見Candace的演技 更想一層樓 你這個完全… 我看的時候 我很驚喜,Candace 謝謝 你很不一樣 而且她說 你不是這個世界 我不是人 那我什麼都能做到 對,終於怎樣都可以了 你現在說不可以分開胸口嗎 這樣… 我又覺得做豬房真的挺開心的 對,對吧 那你就擺個漂亮的姿勢 來做個專訪 很棒 有沒有參考了什麼 而突出這件事 突出這件事 我之前去看了一個樂器 本來有一個指揮家 他就是這樣 你就是在他這裡 拿到這個靈感回來 對 因為他控制所有的東西 跟你的角色一樣 對,他又是穿衣服的 我覺得你另一件事最瘋狂的 就是你跟阿東東對打那一場 很搞笑 監製很早已經跟我說 我們有一場打鬥的場面 就像爛仔膠一樣 原來打爛仔膠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很累 你同一個動作 可能做了五十次都有 有什麼沒試過 你很想試 我想做超人 如果真的你有超能力 你想要什麼能力 我想識非 可以控制到其他人 你事業就想到這樣 愛情又怎樣 愛情是否都有一個穩定的男朋友 是的 這方面有沒有期望自己可以快點結婚 事業有成先 別想太多了 現在還可以 女生事業為中 你不會是想快點生小朋友的人 既然這樣說 我覺得這是看緣分的 看阿天 有些東西不能強求 就像你所說 女人要什麼 事業為中 事業為中 是的 好,那你繼續在你的事業上 經驚下去,好嗎 好,可以做超人 我等你下一堂做超人 救地球 是的 好,今天 感謝你,謝謝Kandice 謝謝… 我的座右銘是 只要努力去做 總會有人看到 大家好,我是趙希樂 跟Kandice聊天後 我完全感受到 她對她的夢想有多堅持 即使她中文不太好 家裡也不完全支持她 她也沒有放棄過 看到她今時今日 得到大家的肯定 也很替她開心 希望她事業上可以更上一層樓 保證她九十七圓 準備記imize